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陳雄偉 到底一個政府關門算不算一件嚴重的事情呢 那如果政府關門了 代表的又是什麼樣的意義呢 有世界警察之稱的這個 亞美利堅合眾國 就是美國啊 預算案到現在還是僵持不下 在沒有人要退讓的情況下 美國的公家機關看起來真的要關門囉 到底現在 他們是在糾結什麼地方呢 我們先介紹來賓就討論下去 首先介紹資深的媒體人王瑞德 雄偉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胡孝成 大家好 還有國際形勢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藝術學學者邱建一 大家好 還有資深的軍事記者施孝偉 雄偉好 各位觀眾晚安 好 當上的美國總統會被譽為 是全世界最有權力的男人 但即便如此 我們可以看到歐巴馬還是焦頭爛額 內憂外患狀況不斷 我們就先從內憂啊 就是這個錢搞不定開始看齊 看看新聞 美國國會山莊烏雲罩頂 由共和黨掌握的眾議院 打算在參院通過的預算案 加入附加條款 刪除歐巴馬健保案的預算 眼看10月1號的預算大限就要到來 民主共和兩黨依然僵持不下 聯邦政府部分機關可能被迫關門 另一個地雷是 國會如果不調高舉債上限 美國10月中後就有倒債危機 共和黨堅持透過協商 逼歐巴馬總統讓步 但歐巴馬堅持沒什麼好談的 臨時預算案在參眾兩院間來回 不聘皮球 共和黨公布最新民調 強調美國民眾希望在預算案 和舉債上限兩個重大議題上 總統能和國會協商 18年前 美國也曾因為類似的預算僵局 聯邦政府機構停擺長達21天 80多萬民國務員被迫放無薪假 民眾辦護照簽證大排長龍 想要參觀國務館的遊客也不空 朝野兩黨如果拒絕折衷 這樣的成績即將重演 好 如果要有錢歐巴馬呢 力推的這個醫療改革計劃呢 就要延後一年啦 那這樣子如果你不從的話 沒關係 大家就放假去 怎麼放呢 我們來看看啦 就是估計啊 聯邦政府呢 大概三分之一 也就是80萬的僱員呢 就不用來啦 你來了也沒有錢齡 就是無薪假 那另外130萬的美國大軍呢 就啊 他的薪水 還必須國會來協商一筆一筆的給 因為這些軍人 不可能有所謂的無薪假 另外最慘的就是呢 曾經呢 帶給這個 美國稱向世界第一探索外太空的 NASA 這個呢 美國的航太總署 會只剩下最慘喔 只剩3%的員工可以上班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段時間有外星人 或什麼隕石來的話 大概也美國人也救不了大家 是這樣嗎 這個賴教授 對 這個 美國的這個政黨惡鬥 已經到非常嚴重的地步 喔 不過在美國過去的歷史 這也不是說只有發生這一次 所以是有關過門就對了 喔 關了好幾次 好幾次 他們總共關了17次 常常關門啊 就美國建國的歷史以來 他們聯邦預算沒有通過 而造成聯邦政府關門 總共有17次 所以是這樣子所以歐巴馬覺得 關習慣也沒差的感覺嗎 因為最近也不能這麼說 因為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他的 歐巴馬民主黨的前任 就是克林頓總統時代 也關過 也關過在1995年到1996年 所以都滿強硬的 也關過一次 對 都很強硬 但是因為上次在關門的時候 本來也是緊繃到極點 然後整個美國的股市啊 或是經濟學家都很憂慮的時候 最後還是通過了 例如說關門關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然後造成了一些傷害之後 還是通過了 所以現在美國的老百姓 或是投資者 比較老心宅宅了 就習慣 有一點 其實就是見識過的 這種意思嗎 對 已經見識過 聯邦政府關門好幾次了 然後在最近的一次裡面 他們認為這個是政黨惡鬥的 老把戲 最後還是會通過預算 還是會過 歐巴馬我們今年討論他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 因為美國是世界警察 所以不只是國內 全世界的事情有問題 第一個就是找美國 所以歐巴馬權力是很大 但為什麼問題好像都解決不了 國內有錢的問題逃不了 國外的問題更是問題連連 他都沒有他的幕僚 或者他的國務卿 都沒有辦法幫他的嗎 有 我覺得他們所有的人都在努力 但是問題是在於 所有的問題 談到最後還是經濟 還是經濟 還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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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不也一樣嗎 台灣的經濟衰敗了這麼多年 問題不是就在經濟嗎 美國也是問題 也在經濟 也是錢的問題 因為你看 他的整個經濟起不來 政府的稅收沒辦法增加 政府的稅收沒辦法增加 政府就只好繼續舉債過日 好 在國內的問題是如此 國外的問題也是如此 例如說他的國外的問題像 他的前任的這個國務卿 你剛剛提到的國務卿 不是前任就是希拉蕊嗎 對啊 那不是一個很厲害 甚至是下一屆總統的候選人 熱門人選 應該是很有能力的 都沒有辦法 很強勢對不對 應該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沒有 其實希拉蕊幫他製造了 更多的問題 幫歐巴馬製造更大的問題 但是希拉蕊的這些動作 很討好美國人民 怎麼說呢 例如說強悍 強勢 然後到處去征戰 例如說他一直反問了世界各國 然後他弄了一個大戰略 要從中東撤出來 然後要重返亞洲 然後要重返亞太戰略 這個大家都美國人覺得很好 而且希拉蕊也很強勢 對啊 沒錯 他現在名望還滿高的 下一屆總統就是大熱門 但是問題就是 當他從中東撤出來了以後 各位我們看看 這四年多以來到現在 是不是中東的問題一大堆 還是沒解決 沒有解決 當時利比亞的問題 就是希拉蕊堅持要動手 但是當時奧巴馬是覺得說 這應該動手嗎 他的國王部部長認為說 這不應該動手 結果是希拉蕊 希拉蕊跟萊斯 當時的白宮安全顧問 說一定要動手 好 結果最後奧巴馬拗不過去 動手了 動手了以後 結果沒有錯把格達費打掉了 但是利比亞到現在 整個內亂不已 還是很混亂 而且蓋達組織也因為 這個利比亞本來的格達費 是反蓋達的 但是格達費被摧毀了以後 利比亞動斷不安了以後 結果蓋達組織 利用他們的政局混亂擴大了 就是沒有達到他的目的 打得更亂就對了 擴大了以後 你看他的勢力往南走 到瑪利 現在到索瑪利亞 蹦到的 就更亂了 肯亞 你看 這個整個非洲的蓋達組織 一直在擴大 美國束手無策 好 那我們再看看敘利亞 也一樣啊 可是當他重返亞太了以後 我們看到亞太的這個 東海地方不安定 南海地方不安定 可是奧巴馬他到處要用兵的話 問題就在來了 又沒錢啊 沒錢啊 所以奧巴馬他現在就處在於 一個內憂外患 但是問題就在於 索瑪利亞他已經拍拍 就走了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 是歐巴馬已經發現 他這樣問題很大 趕快把他壞掉 對 所以奧巴馬趕快找 那個克里來收拾爛攤子 但是問題就在於 你看 奧巴馬現在來說 這個爛攤子該怎麼收拾呢 亞洲的問題收拾不了 中東問題收拾不了 國內的問題也收拾不了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 還是在於錢 也就是經濟不起來 對奧巴馬來說 一切都沒責 所以看來真的 有權利也沒有用 你沒有錢什麼事情都辦 但是當初歐巴馬總統競選的時候 他的這個選舉訴求 就是欠舉 改變 這樣子也把他推上了總統寶座 不過做到了現在 五年多過去 是不是美國有一些人 會感覺好像受騙了呢 但如果要講到受騙的這種感覺 其實在美國現在 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騙徒 而且今天還上了新聞 因為他是一個傳奇的賭王 照理說應該是賭數驚人 但是他輸了很多的錢 結果最後只好用出老千的這一招 而且出老千的梗 跟我們大家常常看的經典電影 杜武生還是差不多 怎麼出老千法 我們看這個電影片段 這裡是AK皮帶Jack 你們現在看出什麼秒 沒有啊 沒有刮痕 沒有暗影 也沒有暗號 用我這副眼鏡看一下 暗號是A1點 K2點 皮蛋3點 Jack一條線 這種化學藥水 是要戴上這種液晶體嫌疑眼鏡 才可以看得清楚的 因為鏡片含有山埃成分 他最傳奇 讓人家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是 他用50美元 在三年之內 贏到了4000萬美金 哎呦 50塊錢美金 贏到4000萬美金 還有 美國還有把它拍成電影 你知道嗎 這關賭俠差不多了 那當然在他這個20年 因為他有個習慣就是說 他非常的招搖 所以他去賭的時候 一定全身穿著 那個名牌的運動服裝 然後呢 手上一定戴著那個金桌子 就讓你非常的招搖 對對對 然後呢 可是呢 他不是一帆豐盛的 他常常賺金了50萬美元 然後呢 這一手就賠出了100萬美元 有進也有出就對了 到後來常常一把 就是100萬美元 這樣進進出出 有時候一輸 兩把就200萬美元 就是賭生也還是會輸的 對 所以呢 他等於說 這手進 那手出這樣 不斷的進進出出 可是他贏到後來 贏了不少 但是也輸了更多 那麼這一次最主要的原因說 一代賭王啊 會被人家等於說 抓到 逮到了出老千的一個緣故 是因為 今年7月的時候 他跑到加州的一處 這個賭場去賭博 那賭了以後呢 就跟我們電影看 那個賭神裡面的電影一樣嘛 有那個所謂的 易經顯示 要看那個隱形藥水 對不對 他認為自己很聰明 怎麼樣呢 他在他的十隻手指頭上面呢 每隻手指頭 塗上各式各樣不同的 隱形藥水 已經塗在手指頭 塗在手指頭 然後你拿到牌了以後 對不對 拿到J Q 然後K 然後跟S 對不對 他就在上面 用不同的這個 等於說點在上面就對了 做記號 對 那你要用那種 易經顯示 那個眼鏡 你才看得到嘛 可是這樣子 那個牌會回收再使用 對不對 那你 堵21點的時候 我就知道你是 你是什麼點 你是老K啦 還是S 我都知道啦 所以我一定贏嘛 如果我看你的牌不好 中家牌比我好 那我當然就不跟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贏 那一次他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贏到了8000美元 他以為說自己這樣的動作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 他不知道現在的賭場 所有的監視器 多如牛毛 就是密密麻麻的 我覺得這個樣子不好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監視器 有時候連人家賭 他身上的那個手上的牌 也給人家都拍到清清楚楚 也有可能就先進去 如果他作弊要削你的話 你也沒辦法對不對 可是也因為這樣 賭場已經知道說 奇怪 他的手都做那個奇怪的動作 然後發現 都拍到了 對 然後就把這個賭桌的牌 因為他一直賺嘛 所以就把這個賭桌的牌 等於說 拿去檢查以後發現 被塗上隱形藥水 這樣才抓到 對 然後就在這個月呢 就這個正式的告 因為合法的賭場 你在裡面炸賭 耍老千的話 你就觸犯 竊盜罪跟詐欺罪 這是犯法的 所以他就被逮了 逮了以後 現在關在這個聖地牙哥 那最高可以處 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對 沒錯 那這個是 美國賭王卡拉斯的那個故事 事實上我們看賭神裡面 不是有個周仁華演的那個賭神 叫高靖 這大家都知道 對 高靖確實有這個人 真的叫高靖 沒錯 這叫高靖 是香港人 叫高靖 不過不像 周仁華演得那麼厲害 但是他也是跟賭博 也是跟賭 他是賭王 他就是賭王 對 不過他出老千被抓過 他也被殺過 他也被出老千被逮過 所以高靖是真的這個人 怎麼賭神都愛出籤 但是出老千曾經被打過就對了 對 但是講到這個算盤 我們說是 他是並沒有違法 但是如果要講到出老千 真的不是說美國人 或者這些賭徒的專利 其實台灣人也蠻有心得的 是不是呢 這個就要請教孝晨哥 對 沒有錯 其實我真的奉勸很多的 喜歡賭兩把的 到賭場去 千萬不要出老千 因為很容易被抓到 為什麼這樣 你從門口開始 就有所謂的金屬探測器 另外還有 面部的一個 這樣子識別的系統在裡面 還有一個什麼 阻斷電波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門 現在是三合一的 現在有科技 他就已經有辦法把他防範就對了 從這邊從門一開始進去之後呢 你會發覺到 我看起來每個桌子那邊有沒有 還有很多人對不對 通常一般來講的話 在一般大的這種賭場的時候 每個桌子旁邊會一左一右有沒有 各佔一個穿制服的現場工作人員 現在做什麼東西呢 他就是你剛剛講的算盤 他是在釘抓算盤的出來 這兩個是明目的 還有另外一個盒觀 一個後備盒觀 這員工要很多 一桌就四個人 其實沒有結束 還沒啊 穿制服你看得到的 已經有四個人 還有暗裝 暗裝在裡面有沒有 所以他的目的在幹什麼 就看到什麼樣子是暗裝 完整心不在焉 眼睛是左瓢 右看的這樣子 左瓢右看的這些人的話 一種是算盤的 那個就是賭場工作人員 他就把你抓出來 抓出來的時候呢 很多國家有沒有 其實是這個樣子 現在賭場已經開始慢慢慢慢 不能接受算盤這樣的一個情況 過去有少數幾個賭場 還可以這樣 現在連新加坡的這個賭場 也不接受了 所以這個算盤的那種方式有沒有 已經列為全球賭場公敵 為什麼 因為算盤的方式 一定要三個人 至少三個人為主 那三個人為主的方式有沒有 用暗號的方式 告訴你說 今天他們手上拿到牌是什麼東西 莊家有可能是多少牌 他們在這裡開始算 算到最後的時候 你的機率就很重 那這是不是所謂的作弊呢 嚴格上來講是 但是呢 算盤者他認為不是 過去的時候有很多的一個賭場 的老籤通常是怎麼樣的 是內神通外鬼 其實有沒有 很多老籤都是內神通外鬼 剛剛那個美國賭神有沒有 他的情況就是 他的方式他是用他自己手上抹出來的 對 那過去有很多的話 其實跟裡面的一些核觀 或者經理做合作 對 像2006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批台灣人有沒有 他就潛入到了澳門一家 很有名的一個賭場裡面要幹嘛 他把骰中換掉 為什麼換掉呢 這麼大工程啊 對 我們過去古代看電影的時候 那個古早古早 還幾隻到八十的時候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骰中是不是搖半天 有沒有 搖到有沒有 內褲都掉下來有沒有 才把它放到那邊這樣子 然後大家來賭大小嘛對不對 可是呢 現在目前的骰中 它是用拍的 因為它是屬於叫做科技骰中 這種科技骰中有沒有 它事實上它是可以換 換什麼 裡面的鉛 換裡面的那個晶片 一換掉之後 你大概大小 還有包括什麼顏色有沒有 可以自己去控制 那一批的那個台灣人有沒有 一夥四個人 就這樣子就找到了那個 整個器材室 他想說一夜之間 我就讓你整個骰中有沒有 全部換成我的 一台多爽 那就每一台都中這樣子啊 我跟你講 賭一天有沒有 搞不好賭場就倒了你知道 可是問題是他很笨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這一批的台灣人有沒有 在當時的時候 沒有忽略到什麼東西 你放棄材室怎麼可能沒有監視器 包括一些紅外線的這些 這些警報系統 就這樣走進去換 這四個二百五有沒有 這大拉拉的有沒有 好歹你也看一下周倫發 或者是張國榮演的電影有沒有 拿個麵粉吹一下看看嘛 連吹都不吹有沒有 然後就大拉拉進去就在那邊換 等到全部換完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賭場包括 澳門警察也真的很厲害 很用嗎 全部人都躲在那邊有沒有 還有人曝光有沒有 在旁邊休息 等這四個二百五有沒有要出來 結果一打開門 就像我們看到那個電影一樣 啪一根槍就不在那邊 就說四個就被抓到 就說四個後來被預稱什麼 2060也是被預稱什麼 全世界最笨的老籤集團 所以呢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我們當然也要是問邱老師 因為現代有這些科技 可以輔助出老籤 古代沒有這種時候的話 是不是真的就是有這樣子內鬼 才有辦法出籤呢 在第18世紀的時候的奧匈帝國 當時的話是一個皇帝 叫雷奧波德一世在位的時候 那發生的地點是在維也納 那維也納這個很漂亮的都市裡面 那維也納同時也是 這個奧匈帝國的首都 那當時的話 奧匈帝國事實上已經到晚期的時候 那整個國家的這個局勢的話 其實也滿糜爛的啦 因為當時的貴族的話 閒錢沒事幹嘛 什麼叫貴族 就是沒事幹的人嘛 那除了吃飯跳舞喝酒之外的話 那女人基本上也玩到不想玩了 那尋找生命當中的刺激 怎麼尋找呢 賭博這個最快的 為什麼呢 跟你賭身家一次就跟你壓上 像我們這個賭的話 怎麼賭一億兩億 這根本沒什麼了不起 他們都是賭一座城堡 對啊 壓一座城堡這樣子的 或是壓個那個什麼莊園 邱老師都是一億兩億帶著 這真的沒什麼了不起 沒什麼沒什麼了不起 對對對 他們基本上是賭城堡 他們賭城堡 賭莊園 那這個賭城堡 賭莊園 然後很有趣的是 因為當時這個做莊的是皇帝 那皇帝做莊啊 皇帝做莊啊 基本上就賭城堡 說一億兩個億沒什麼了不起 就是賭莊園了 所以當時有一個人 就混到這座城堡裡面去 這個人是誰 到目前為止大家搞不清楚 因為他自稱自己是 義大利某個貴族的後代 那他賭什麼呢 因為皇帝做莊 大家都賭很大嘛 所以那一壓的話 這個壓個城堡 壓個莊園的 結果這個人很有趣的是 他跟發牌的人 基本上的話 串通好 他每次的話 基本上都是賭得很大 那他一壓 就是一座城堡 一座莊園這樣子的 而且他在輸的時候的話 更好玩的是 他都驚險的輸 如果說你是那種笨的輸的話 大家覺得你真的是笨蛋 對不對 你那小牌跟人家大得對幹的話 你是笨蛋嘛 他那種輸怎麼輸知道嗎 比如說那個四條A 對上四條K這樣子的 就是差一點輸這樣 就差一點點 全部人尖叫 驚呼這樣 而且最有趣的是 但是這個輸的這個人的話 他連旁邊的觀眾一起安排好 例如說任何 他這次輸的話 一定讓旁邊先尖叫 你知道那種場合裡面的話 你一定要大家圍過來看 玩這麼大 他是演員 就是整個是一場演出就對了 包含輸的人 包含發牌人對賭的人 包含旁邊尖叫的人 然後還輸得非常非常的驚險 最厲害的是 這一個人基本上每次輸的時候 輸得非常的優雅 大家都覺得好可惜 好可惜 結果他一個人的話 沒關係 再來一次這樣子的 怎麼再來 那再壓還是一座城堡 哇 大家看傻眼了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有錢 可以這樣壓 所以我想想在那種場合裡面的話 妹妹們 弟弟們 就會很佩服啦 哇 來了一個大金主 所以後來這一個人 因此而平步青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當時他藉由輸這個手段 來了吸引皇帝的注意 這個自稱自己是 沒落貴族後代的這個人 後來平步青雲 被封為Casanova伯爵這樣子的 而且這一個人的話 從此以後的話 據說每天夜夜春宵 為什麼呢 因為妹妹們看她說你一出手 就是這麼城堡 一出手就一走城堡這樣子 而且好像輸不怕了 基本上的話 她那種財力跟那種財富的話 就在這樣形成出來 所以她藉由輸這個手段 來建立自己的社交管道 所以輸對她講很重要 所以這是真實曾經發生過的故事 我只能賭出失憶跟回憶 我沒有辦法賭到一到兩億 不過有那個資深 就是你可以賭啦 不過有那個資深賭徒曾經有告誡過 很多人有分享給大家 你如果去那邊去賭場的話 除了VIP論以外的話 一般外面的桌子的話 千萬不要去人少的地方 要去人越多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其實核觀都在計算 他一直在計算 當你下注人越多的時候 他的那個什麼 整個那個輸贏的那個 那個比例有沒有 他抓不太準 抓不太準的時候 他就比較會用博的方式有沒有 跟大家對賭 其實有沒有 很多賭人 剛剛我們瑞德雄剛才講沒有錯 賭場絕對不會輸的 那賭場這些核觀 其實他們都很厲害的一個功能 就是他可以平衡你這個 整個輸跟贏之間的 好 所以看完了這一個 這個出老千的這些議題之後 先稍後片刻 廣告回來了 老千變成看飛彈 你要告訴大家 又是中國大陸 又有一個超強的 空對空的飛彈要出來 什麼類 霹靂13 多霹靂 馬上告訴你 好 軍武大官員呢 又要看到中國 好像真的是有練不完的兵 跟推不完的新武器 怎麼說呢 中國大陸要力推的 這個第五代戰鬥機殲-20 隱形的逆宗 已經很了不起了 就連他要裝備的這個GAC 也都要是最好的 多好呢 就傳說中這個霹靂13的 空對空飛彈就是呢 出手一定要見血 是這樣嗎 蕭文哥 最近中國大陸這個軍事新聞之多 多到讓人看了直冒冷 怎麼可以到處都有啊 對啊 他最近除了這個之外 我先講一個小的一個新聞圖 就是說他最近又看到 中國大陸最新的054的 那個護衛艦要下海 而且已經是第18招了 你看前面已經造了十幾招 那真的就像我們上次講的一樣 下水餃 真的是照不完 言歸正傳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 霹靂13這個飛彈 這個霹靂13這個飛彈 說真的 今天它長啥樣 到底有多大 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 這麼神秘啊 因為它是一個發展中的飛彈 然後咧 但是又被大陸的官網給關卸 卸了一小段出來 這個我可能是刻意的 就是故意要卸給你看 對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現在中國大陸 也有能力在做這個飛彈了 這個霹靂13飛彈 聽說號稱熊熊有一點 三公尺 三公尺很長 三公尺很長 一層樓高 我大概也才差不多快兩公尺 你看看這個飛彈如果 一顆空對空飛彈就這麼長 這麼長 對 然後另外有一點 它這個飛彈 它現在這個飛彈的推進方式 跟過去的飛彈不太一樣 它是採用衝壓發動機 你現在看到 剛剛看到那個 殲20發射飛彈模擬的發射 還不是這個真的霹靂13飛彈 這也是霹靂13的諸多想像圖之一 你看這是它那個飛彈的情況 剛剛我們回到上一張圖 它那個核位衝壓發動機 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中華民國海軍有一款 熊3超音速反艦飛彈對不對 那個熊3超音速反艦飛彈 它之所以能夠超音速 就關鍵在於它這個衝壓發動機 對 你一般的這種 那種翔尾蛇飛彈 像這個AM-9X飛彈 它也可以超音速 但是它通常都是火箭 很快燒了一段以後 剩下就用它剩餘的動能去滑翔 但是這種 衝壓發動機推進的飛彈 它可以不斷的持續加速 也就是它發射以後 因為它在空中速度本身已經夠 戰機載著它 所以它速度已經夠 所以它一旦開始點火之後開始飛 它的速度可以加到 甚至於音速的4倍到5倍 就夠這麼快 對啊 所以你看我們的熊3 那麼大一桿對不對 也能夠打到3倍音速 不得了 現在這種空對空飛彈 我們講到這種衝壓發動機的空對空飛彈 俄羅斯有一款 另外其實像在歐洲 他們也做了一款叫做流星 那個流星飛彈 他們是用AM-120 AM-RAM的飛彈 但是推進的部分 改成我們剛剛講到的衝壓火箭 所以它的速度就很快 另外既然速度快 代表它的射程也很遠 對 我們一般而言 這種像AM-9X這種飛彈 它短程的 射程大概頂多一二十公里 就是在纏鬥的時候 咻一下給它打一顆 但是這種霹靂13飛彈 不得了 它的射程說不定可以長長胸 長到大概150公里上下 在空中飛還要打150公里 就跟我們天天打那個標 那個是一樣的嚇人 一樣的嚇人 對 然後另外它這個飛彈 整個導引的方式也很厲害 因為我們知道 為什麼殲20要配上 這個新的霹靂13飛彈 因為殲20那個飛機 它是一種逆中戰機 你逆中戰機要找逆中戰機 已經找不到 其實不容易找 因為你戰鬥機本身 它自己本身的雷達就小嘛 你又沒有辦法說 把雷達做得很大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依靠什麼呢 像中國大陸 他們現在自己做的 那個空警2000 空警200 這些預警機 然後藉由這些預警機在空中 而且由不同的位置 去搜尋這整個空域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不同的這個位置 它地面上其實都還有要那種 就是地面的接收雷達站 去接收這些空中的機載雷達 所抓到的這些電波 像我們這次在台北航太展 我們中科院展出一種 叫雙機雷達 它的概念其實就是利用 各種主動雷達這種電波 它做一個接收器去抓 然後跟大家的雷達去做個比對 你知道嗎 現在的這種方式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空警2000 它在空中 空警200它是一個大的預警機 它打那個電波出去 那個你在空中飛的 敵人的逆中戰機 你會不會被看到 會不會看到 但是你的回波量很小 我們講到逆中戰機 之所以成為一種逆中戰機 就在於它的雷達 反射接面積非常小 所以它在很小的情況 就會被飛機上那些電腦 列為是什麼 那個自然雜波給濾掉 這假的假的 但是如果你看預警機 然後戰鬥機 地面的被動接收站 大家都看到 像這樣一個小小的這個波 很規律的出現 這個時候電腦就要重新去想 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既然掌握到了 好 再用資料鏈 傳遞給空中的殲20 然後殲20鎖住了這個 若有事無的那個雷達訊號 然後發射出去 就給它飄移沒出去了 那怪怪 嚇死人的味道 的確 所以這感覺上 有了這把霹靂13 這個乙天劍已經夠驚人了 但其實中國大陸呢 還有無人機這一把 可以當屠龍刀嗎 怎麼說 我說一下 剛剛講到的這個殲20 我覺得因為它的設計理念 跟那個F22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的 您剛剛看到的 那個幾個圖片裡面 這個F22因為它的殲鬥能力 還是比較強 可是中國他們本身的 設計的概念已經在轉變了 他們設計這個殲20 他們把它當成一個 一種隱形的 空中的這種彈藥庫一樣 因為它的容量比較大 那我們看到 它兩款的飛機的設計 那麼殲20的殲鬥能力比較差 可是它的目的不在於殲鬥 它的目的是在一個 高空的一個位置上 對 比較遙遠的位置上 所以它的本身 當一個飛彈卡車 當飛彈卡車 這個飛彈裡面 在遠程的距離裡面 就去打你的飛機 所以這樣的情形下 你看它的概念已經 就連殘鬥都不用殘鬥 就幫你打掉了 它的設計觀念已經不再殘 所以這樣的情形 就給美國產生更大的壓力 因為美國才發現說 原來中國大陸的這種戰鬥機 新一代引擎戰鬥機的設計的方式 已經不是Copy它的所謂的F22 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先前有講過翼龍這個東西 但是在中國大陸 北京的航展上面 就展出了另外一款 是不是比翼龍好像更厲害 可以裝更多彈的無人機 應該要擔心 美國要擔心嗎 的確這個彩虹4號 這個飛機其實我也看過 我去年11月在珠海航展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飛機 長得跟翼龍也很像 長得跟翼龍很像 但是它比翼龍要大 它命名為彩虹4號 而且它其實也是中國大陸 一種所謂叫查打一體 什麼叫查打一體呢 就是你看它具有偵查的光電監視系統 另外它其實機身上也有一些雷達 另外它這裡還有這種所謂的 衛星通訊天線 它可以把它的偵測的資料 直接跟中國大陸的軍事衛星通聯 另外它當然也有一個V型的尾翼 它整個外觀看起來 會讓人有一種感覺 如果你把它翼龍跟彩虹放在一起 就有點像是美國的RQ-1跟RQ-9 RQ-9就是RQ-1的放大版 它的載彈量還有它的飛行時間 它的性能都比RQ-1要更好 這個CH4彩虹4號 它其實就跟翼龍感覺 它像是RQ-9 就是中國版的RQ-9 其實它的大小我覺得也是參照RQ-9去做 所以你看它上面裝的 除了光電增色系統的設計之外 這邊我猜它裡面應該會有類似像 類似像合成孔徑雷達 或是對地徵收的這種雷達之類的東西 而且你看它有四個掛點 對 上次你講翼龍是掛兩個 翼龍兩個 這個是掛到四個 對 沒錯 風更大 對 而且它這個四個掛點 我們那時候看實際估算它現地的情況 它這個其實大概就有250公斤炸彈掛在的能力 這個是比250公斤炸彈更大的飛彈 因為我們現在看照片 我們會覺得它很小 但其實你到現場看 這個彩虹4號它是很大的一個無人機 而且彩虹4號對不對 它號稱跟過去的翼龍 或說其他的無人機相比 它的滯空時間更長 我們知道美國的無人之音像全球音 了不起飛了30個小時40個小時對不對 它這個飛機它號稱要讓它的巡航時間 達到50個小時 所以都超越美國了 當然是 要跟它拚啊 大小還是有點差 因為畢竟像全球之音 它是那種所謂5萬英尺高度 它這個大概是2萬到3萬英尺高度 這個偵查 然後另外它 因為你要它還必須要具有攻擊 所以它不能飛太高 你到5萬英尺 你真的看到人家要丟炸彈 炸彈飛了半天高 哇 也偏了 也跑掉了 人也跑掉了 所以它的話 就在比較低的空中 然後利用這些上面的炸彈這些設備 偵查設備 能夠讓它偵查 而且偵查資訊 馬上傳給衛星 然後這個在北京大老闆看掉 給我幹掉 就打了 就發射了 飛彈發射 砰 就炸掉了 所以呢 從中國看到台灣啊 我們要承認 要跟他們擴充這些國防軍備 高科技武器 我們真的是搞不贏人家 但是沒關係 我們有什麼呢 我們有這種只想要玩 或者很空虛的宅男 還有坑以前絕對不手軟的這些剝皮妹 這個展現了我們國家人民 強大的軟實力 怎麼說 我們就看這個新聞 我們要來 今年四十歲的陳先生 八月比與數位蒙面的女網友 相約吃宵夜 才坐下女網友就點了一顆 一千六百元的牛排 陳先生還聽老闆推薦 開了六千元的紅酒 一頓飯吃了一萬多塊 返家後陳先生發現 這瓶酒網路只賣六百五十元 氣得控告餐廳炸雞 吃飯吃到一個多小時 他說他眼睛痛他想回家 我實在很懷疑說 他是不是來推銷他們的消費 然後賣給就是對付出來的網友 平衛媒體調查 發現同餐廳同時有多名女子 都約了顯然出事的男子喝酒 背後已有小卓媚兵團操控 已在愛情公寓網站 邀難網友到特地餐廳海靴 集團載與店家拆帳 律師馬在請表示 單一事件看似你情我怨 但幾何數名被害人 就能看出是詐欺集團 依刑法詐欺罪 可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手都沒有摸到 幾萬塊就開了 這叫做防人之心 完全沒有 所以一定要問孝誠哥 這種所謂的小卓媚兵團 其實他也不是所謂新招 不是新招 老梗 他也不就是老梗 重新做了一個包裝而已 怎麼說呢 過去的時候 我們有聽過很多的 扒皮的方式有沒有 那不管你要怎麼扒皮 一定是狼有心有意有沒有 還有目的 就是你自己願意去上吊 像我就很難被扒 像你就有可能被扒 我超難被扒的 像你這麼宅的傢伙有沒有 一旦容易被扒 真的嗎 那他們的方式就很簡單 因為他們是在一個 固定的一個這樣的 一個網站上面有沒有 因為那個網站 大家渴望愛情 你知道 寬男月女有沒有 當在空中交會的時候 就好像有擦出一些 奇怪的火花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就有這樣子的 所謂的小卓媚有沒有 其實他講的已經拔皮妹嘛 他會跟你講 哎呀 哥哥 約出來吃個飯好不好 你就出去了 如果是熊鬼一定出去 我不會 出去就約在一個特定的餐廳 現在目前就是被指控 就是說這個餐廳應該有 涉嫌跟這一群集團 這個小卓媚這個集團 有掛鉤 連這個也可以掛鉤 你記不記得過去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鉤 曾經有一個什麼 削什麼事件的時候 其實那個手法也一樣啊 差不多的意思 這差不多意思嘛 就是人家那個是怎麼樣 是我帶你到那個地方去 去買東西 買完之後把這東西退回去 退去之後有沒有 然後我再把那些錢拿過來 差價收起來 這個情況也是一樣 只是說 我們一般的是所謂的賞大酒 酒店的這種方式有沒有 換成了餐廳 這個餐廳的話 一樣的道理就是說 這一群小卓媚他有業績壓力 也有業績壓力啊 今天帶你這個狗狗有沒有 去那邊吃飯的時候 但人家說 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要喝一瓶可樂好了 你想小心被人家破了 哥哥可不可以點個紅酒 為什麼因為紅酒的價差最大 因為在整個賬單上面的時候 一看是六千塊 其實成本只有六百五十塊 你看 說這是不是我們強大的軟實力 坑一下差價差那麼多 只有你有這種實力 我們是沒有這種實力 我們都沒沒這種實力 不管怎麼樣來講的話 反正他就在點了一杯酒 點了酒之後有沒有 他點什麼吃了喝的有沒有 乒乓乓乓的就可以讓當事人 一坑就坑了一萬多塊錢 然後坑了一萬多塊錢的話 當然我剛才前面就講嘛 落花有益 流水無情嘛 對不對 今天落花有益當然是希望 能夠吃個東西 後面來點做些什麼運動 做什麼事 男生不通常都喜歡這樣子 吃完飯之後搞點什麼運動 大家流點汗這樣子 跑步嘛 對 跑步 像這樣子 或者是晒星嘛這樣 可能這個女生就一看 把他抹了嘴之後 就跑啦 他還有講很多理由嘛 我們家有門禁 我們11點鐘我就有門禁 奇怪了 10點50分東西還沒點 點上來之前你就沒有門禁 你點完之後東西上來之後 他才開始有門禁 就跑了這樣 這是一種 第二個就是說什麼 突然間他頭好痛 牙齒好痛 這其實都不是新招 都算是老梗 其實是老梗嘛 對不對 那重點就在這邊 當然他們現在目前 這個陳先生 最近已經有幾個被害人出來 共同指控這些妹 還有包括這個餐廳 其實這個餐廳 到底就是那一家餐廳 就是都是配合好的 讓你來這邊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他們也指控這個 那他們的委內律師 是馬再琴律師 是我朋友 他當然他在媒體上面寫的說 這可能涉及到詐欺罪 其實有沒有 對 沒有錯 感覺起來 這個感覺有像詐欺罪 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事實上有沒有辦法 能夠構成詐欺 很懷疑 我個人是比較懷疑 你到院方那邊到時候 去做整個裁定的時候 不見得會構成詐欺 因為你要有些什麼承諾 我總共想說 你陪我出去吃個飯 我會怎麼樣 對不對 好歹都吃完飯之後 我們去散個步 流點汗 運動一下 OK 好嘛 如果你有這個承諾的話 沒做到 這叫詐欺 可是你今天你請我院的狀態是這樣 是不是能夠真的構成詐欺 這就是問題 是 好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 如果碰上這個妹真的太正 要抵抗的話 似乎真的是有難度 會慢慢的越來越高 但是看到這樣子 很容易就是被扒了一層又一層的皮 想必瑞德哥一定非常有感觸 這個海峽兩岸的正妹剝皮店 包括中國 因為現在很多 你去觀光還是去重商 台商對不對 你要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在中國的酒店 跟有些卡拉OK 那麼小姐你來了以後 台灣的客人 當然會點一些洋酒 威士忌 白蘭蒂之類的 或是白酒 那麼這邊你坐台的小姐 通常會告訴你說 哎呀 什麼盪的對不對 陳董 胡董 我喝個啤酒可不可以 那你當然很大方說OK對不對 當然 那你結果呢 在到買單兩三個小時 買單了以後 謝謝買單 兩萬人民幣把你給嚇死了 哪有可能我們兩個人對不對 不是才喝啤酒嗎 喝這哪有可能兩萬人民幣對不對 然後為事的黑道就進來了 結果你們坐的那個 等於說你上面不是會有一個 會一些凳子茶几對不對 上面是有一些那個茶几 有一些桌布嘛 一掀開腰收 那下面那個茶几下面 滿滿的幾十瓶的那個啤酒 幾百瓶的啤酒跟洋酒 空瓶在那個地方 那不是你們喝的嗎 對 擺明了就是削你 薄啤酒店 那如果你有認識的 那來出面的話呢 可以大概可以殺到死 剩下四分之一買單 還可以啊 但還是要付就對了 大概五千塊人民幣就買單了 如果沒有的話 對不起兩萬人民幣 你就必須出了對不對 不付就出不去 那如果你再不出的話 他馬上報公安來 這是海峽對面對不對 中國那邊削凱子 那邊都是很正啊 所以你要小心啊 先下去先看一下 有沒有空瓶子對不對 先找一下 先看清楚就是啊 小姐要喝啤酒 你不要傻傻想說啤酒一瓶有多少錢對不對 整個給你喝啤酒 整個百貫你就害了對不對 但是台灣地區在台北市 新北市跟大台中市發生過 也是正妹剝啤酒店 那麼你打開很多的廣告 會看到正妹這個社戶腺保養 社戶腺保養 當然男人上了這個四五十歲以上 就開始的社戶腺的出現肥大的問題 那跟正妹保養什麼關係 那不是找醫生嗎 對 找醫生沒錯 是美女醫生沒錯 你看到社戶腺保養 男人就知道是想路非非 真的啊 結果你就去了以後 其實他就是一種按摩複膚店 來的妹都很正啊 真的啊 非常漂亮 比所謂的酒店小姐還要漂亮 你知道嗎 那漂亮你以後 你想說沒有事 因為上面寫過三四千塊就OK了對不對 結果他就跟你抓零 他也不會按摩 腿腿也不會按摩 抓零 抓零 跟你說你一直在等 等整個時間要夠了 奇怪了都沒有 他說要第一次 至少要花七千五百塊以上 怎麼馬上要加錢 你就想說你已經 已經賤在雪上不得不發 就已經來了就是了 自己自己自己 七千五 對不對 你如果買單七千五了以後 還要摸一摸摸一摸 給你一摸一摸一摸 給你一摸一摸 對 會就要花贏了 對不對 要升到什麼 銀座級的金卡級的 要升級的才OK 你知道嗎 那要多少錢 一天啊 十五萬 二五萬 才能什麼白金難賺 那你有的人就會不要 不要了 這個時候 在講出這個什麼白金的時候 會出了進來的兩到三個 一樣條件非常好的小姐 不斷的整身褲子 把你刺刺刺 就是要引花你上當就對 有時候一聽 一二十萬 四季這麼賣就有可能 對啊 那就算了 七千五就算了 結果你一這樣講 小姐就出去了 另外出來你進來 兩三個標型答案 又來了 這位黨的對不對 聽說你沒有要加 我們的白金會跟藍鑽 這樣是看我們賣掉就對了 今天是要食材 做一個朋友 還是要做一個玩笑人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拼牌 信用卡就刷了 就十千 對 沒有錯 我曾經跟台北市的警方 去查過一次 位於台北市民生動物的據點 去查這樣 因為它就是擺明了 詐欺跟恐嚇 結果跟警察一起 要去查他們 結果我們一起 兩個電梯都被鎖在電梯裡面 他們這種電 連那個大樓的電梯 都有可以直接把你設定 封鎖住跟電影一樣 那你沒辦法開關 什麼都沒辦法 你知道嗎 後來還查到他們 像這樣的店 因為很多 最主要就是 很多的南客人會想路非非 而再加上他所僱用的小姐 真的品質素質非常高 我那時候去查戲的時候 跟警方去了以後 抓到那個小姐 總共有好幾十位 比酒店的小姐素質還高 所以以後再看到 社富縣保養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千萬不要上當 以免人才兩師 哎唷 黑咪豆腐 好 所以如果你以為了 這一種這些事情 剝皮的事情 是現代人的專利的話 那其實大家又搞錯了 真的 為什麼 我們又有邱老師 邱老師要告訴大家 其實呢 在這個世紀炒期的時候 在歐洲的情況 這種薛凱子的這種事情 到處都是 各位應該知道吧 其實萌瑪特有一個 非常著名的模仿 叫做紅模仿 那這個人家現在還在 那現在去紅毛坊幹嘛呢 去又不是看那個 康康武嗎 等等等等 嘿 然後群組掀起來這樣子的 這個康康武呢 在那個年代裡面 事實上這個群組掀起來 那一瞬間的話 是一覽無遺的 現在是沒什麼好看 那這個差別挺大的 那那個年代 剛剛五女郎當時呢 有幾個很有名的人 其中有一個人叫做 有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做 英勾柵欄 英勾柵欄 這是翻譯的名字嗎 這翻譯的名字 另外一個叫大嘴美人 還有一個叫尖叫陸陸 那這個都是在形容 你怎麼都這麼熟啊 這個名字的話 都是形容他在跳舞的時候 那個動作 那各位觀眾自己想像 這個為什麼叫英勾柵欄 那就是說這個英勾柵欄 這個很有名 非常非常有名 當時的話 很多人去看這看看 我就是為了要看他 因為他動作大膽又火辣 然後為人又好客 朋友又多兄弟也多這樣 客兄弟也挺多的這樣子的 所以當時很多的這個 這個中產階級有錢 就跑到紅毛房裡去 就為了看他 那他這個人的話 可以怎麼講 是薛凱子第一名的人 怎麼講呢 因為他一邊跳舞的時候 就開始看台下那些人 有哪些人是可能的對象 那像我是總的看不上眼 那他就看就像夏成哥這樣 或賴教授這樣 這個因為他看一些配件 像夏成哥手上拿一支小白花的話 這就是目標對象之一了 你知道賴老師這個西裝很貴 然後呢 目標鎖定以後的話 因為你在下面看他跳舞嘛對不對 他就下台來跟你攀談 那一開始的時候就是跟你裝熟 那因為他這個跳舞這個人很有名 所以旁邊的人都知道說這個 有名這個明星來找你來聊天了 哇就很風光啊 那這個時候全部的交情 那當然的話你看 有名明星找你來 現在的話請喝個酒藥吧對不對 那你總部人說就喝杯茶 這個多漏啊對不對 店裡所有東西最好拿來 最好玩的是 這個櫻溝柵欄的所有的朋友們 同時也會一起出現這樣 一起喝就對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這個時候就是凱子的第一步就踏上了 那第二步的話 因為這個人基本上很好客 那他也很喜歡交朋友 然後跟你暗示說 待會可以出去玩之類的 後來就在眾人的歡呼聲當中的話 達成了某一種的共識 說待會你跟他就要出去的 這個有些另外的活動要做 那重點是真的做到嗎 告訴你啥都沒有做 但是重點是 那一個人基本上的話 自己是不敢坑坑了 為什麼呢 想想看 你跟好不容易跟大明星出去約會了 結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你自己就是一個有頭約定的人物 你敢聲張 那這個事情到底是什麼事情了嗎 所以你什麼都不敢講 所以這個英國柵然這個人的話 很有趣的是 據說用這種手段 當時騙了所有這些中產階級也好 或者那些有錢人的貴族 他買車買房啦 這個資產完全靠這一招 而且這個紅柵坊 當時也靠這個英國柵來人 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點的餐 全部都是最高級的東西 所以這個手法的話 就比我們那個什麼 那個跟我們這個 現代這個其實蠻類似的 是蠻類似的 都是其來有志的意思 好 再請大家稍後編個廣告回來 嚴肅的議題 我們要告訴大家 從歷史上今天看到 會不會擔心資本主義在現在比較走下坡的時候 就會擔心極右派的興起 現在歐洲真的要防範這種現象 我們馬上回來 歷史上的今天 1862年9月30日 德國宰相比斯麥開始實行鐵血政策 促使了德意志的統一 以及德國在歐洲大陸的擴張 德國在一戰戰敗之前 政治上領導的實體就是普魯士王國 當時的國王任命了比斯麥擔任首相之後 就此改變了德意志邦聯中諸國發展的歷史 比斯麥上任後 僅僅三天的時間就在議會裡面發表經典的鐵血演說 跟著就在歷史上的今天開始推行鐵血政策 用極為強硬的態度來面對當時德意志邦聯的分裂 比斯麥鐵血政策的名言就是 當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所能解決時 就要用鐵和血來解決 這樣和自由派完全衝突的極權理念 當然解決不了政府和議會之間的衝突 但是比斯麥用戰爭的手段來宣揚德國統一的理念 也爭取到了工人階級的支持 作為對抗自由派的力量 最後成功地實現德意志帝國的統一 德國在當時的歐洲也得到了擴張 比斯麥因此得到了鐵血宰相的稱號 在歐洲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頁 挑戰新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鐵血政策講白了 就是不走民主協商浪費時間這一套 就是跟你硬著來要見血 這麼硬啊 但是也可以看到現在雖然是資本主義 在世界上是普遍當道 但是是不是因為經濟開始比較不好的情況下 就導致了像歐洲最明顯現在開始一些 極右派的一些理論又開始慢慢復甦了 所以上個週末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希臘直接逮捕了國會的議員 還有這一個所謂極右派的領袖 這個還引起了一陣瘋破 為什麼你就當庭逮捕了現在這個是議員 就是怕將出讓人家所有夢夜般的法西斯主義 納粹主義興起是這樣嗎 賴教授 歐洲最近法西斯主義我們講的極右翼 又慢慢的一直在越來越蓬勃發展 有時候我們在台灣我們會覺得說 發生在遙遠的歐洲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們在上禮拜我們有談到就是說 美國跟伊朗之間 好像為了伊朗的核問題 好像已經有一點曙光 我們會覺得說 發生在遙遠的伊朗跟美國 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要了解 關係非常的密切 怎麼說呢 如果美國的確在這一次 能夠順利的解決伊朗的核問題 伊朗所要求的這個經濟制裁就會解除 經濟制裁一解除的話 伊朗的油就會供應出來了 供應出來原來在台灣 因為伊朗的油的油脂非常的好 原來台灣每12滴油就有一滴 是來自於伊朗的油 原來有這樣子 現在因為它被制裁就沒得 對 因為它被制裁以後 台灣就被美國要求 要求你不准再買伊朗的油 所以台灣就變成 沒有辦法向伊朗買油 要轉向別的地方買油 好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伊朗的油 一旦可以再完全供應出來 全世界的油價就會往下降 一般估計大概會跌20%左右 那太好了 趕快談吧 真的是 對台灣來說 台灣最近 明天開始 我們的油店又要雙漲了 好 但是各位想想看 如果伊朗的油 能夠順利供應出去的話 全世界的油往下降 台灣的油價也會往下降 對台灣的經濟當然有幫助 所以發生在遙遠的伊朗 其實對我們台灣有幫助 好 問題就在這裡 發生在遙遠的希臘 對台灣也可能會有負面的影響 怎麼說呢 因為剛剛您講的 有一個反法西斯的一個音樂家 這個音樂家他被殺了 在雅典的廣場那邊 雅典的廣場 如果在各位有去過雅典的話 你們會看到 雅典的廣場都有一些衛兵 他們希臘的這種傳統衛兵 在那邊表演 這個收唱的藝術家 他就被殺了以後 當場就抓到了一個兇手 這個兇手就是希臘的 極右派的兇手 這就會爭議 甚至會吵起來 就是民族的爭議 結果這個極右派的 他是所屬於誰呢 所屬於希臘的一個政黨 叫做金色黎明黨 這個金色黎明黨就趁著 希臘的經濟危機的時候 他們就號召他們 走這個極端的主義的情況下 他們結果獲得了18個議席 希臘的國會的議席是300議席 他們是內閣制 所以超過一半以上就可以執政 現在的執政黨是脆弱執政 也就是剛好只有155席 可是他是聯合執政 如果這個黨被宣布為非法政黨的話 就要被解散 就扣18個掉 要不就是他們現在 他們就宣布說 如果你不把我們的領袖 政黨的領袖 因為他們的黨魁 副黨魁 發言人等等 這些重要的國會議員 總共有4席都被抓了以後 他們18席議員說 如果你們不把我放出來的話 那我們全部要辭職 一旦辭職的時候 就必須要進行改選 可是這一改選 很有可能執政黨 就目前的聯合政府 可能會輸 輸的話 這個左派又會起來了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對台灣會有影響呢 因為左派是反對 尊傑政府預算 那他們反對 尊傑政府預算的話 他們就要擴大 他們的政府預算 這個時候德國可能就不願意 再援助希臘 不願意再援助希臘 希臘的政府 財政很有可能就會破產 希臘一破產 可能會造成 整個歐元區的歐元破產 歐元如果一旦破產的話 那開玩笑 那經濟又要掉下來 全世界的經濟就會出問題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就會知道說 原來發生在邀遠的希臘 可能會對我們產生影響 可是現在德國人 擔心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發現 希臘的極右派 跟德國的極右派 掛多了 而德國的極右派 也快速的在串起 特別是德東這個地方 那他們又被掛多了 要扶持極右派 對我們就要扶持極右派